这个单色的LED模组 那它的接法 一样是GVS 那这一个模组它的中间的标示变成P 那P就是V,就是正电的意思 那所以它也一样也是GVS 三个 三个接点 所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通用的一个接法 G跟V这底下两点是负责模组供电 所以G接在接地 V接在正电5伏特 然后S是属于讯号Signal 所以我们用这个角位来控制灯亮 或是不亮 或是有多亮 那这是单色的LED模组的接法 接下来我们使用LED模组来跟各位说明类比输出的部分 那我们将LED模组按照GVS 各位养成良好习惯 我们就拆这三条线 G就接咖啡色 V接红色 然后其他颜色接讯号线 那同样的 我们在Arduino的扩充板这一端 那个GND一样接咖啡色 GVS红色 橘色 那这边的接角呢 我们接在数位输出这一排 数位输出这一排 那数位输出这一排呢 我们为什么是接在数位输出这一排 因为数位输出这一排 它是用 它可以使用 PWM 麦波频宽调变的方式 来模拟类比输出 来模拟类比输出 所以我们这边在控制 类比输出源键的时候 事实上Arduino是使用 数位的方式去做模拟的 做模拟的 那脚位我们把它接在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在我们的Arduino板子上 从0到13 D0到D13 上面有几根 有6根特殊的脚位 它是上面会有一个毛毛虫的符号 356 90 11 这6只脚有特殊的符号 那这6只脚的特殊的符号呢 就表示它有提供 PWM麦波频宽调变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它可以控制功率输出 所以我们就把LED接在356 90 11的其中一只脚 那我们这里的范例是本来接在第三只脚 第三只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是用 宇宙机器人的Transformer来做示范 在启动之后一样选 S2A Class 然后选到你的Arduino 自动烧录开启Squatch3 请你直接按连线 Squatch3启动之后呢 我们一样到扩充积木这边添加扩展 选择S2A Plus 好那么我们刚刚的硬体呢 接在第三只脚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选数位接脚 然后选择输出 那输出的部分呢 它有两种 这边输出是纯的数位输出 那这个PWM就是脉坡平宽调变 也就是模拟类比输出的部分 那我们要选在PWM的这一个项目 然后呢脚位是第三只脚 第三只脚才有这个功能 那当我要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我就要设定模拟类比输出 所以是使用这个积木 模拟类比输出第三只脚 那数值呢 这里的数值可以从0到255 因为它的类比输出模拟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8位元的晶片 所以从0到255总共有256种的不一样的这个输出的内容 那所以这里呢就可以填0 那0呢基本上就是没有送 没有送任何的点 那我们来看看 不要忘了加律期 好那我们来看看实际执行的结果 当我们按Action的时候呢 它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我们现在输出的是0 那0就是不送电的意思 那我如果输出255 255这时候我再按Action 它是全量的状态 全量的状态 那我如果给它一半大约是128左右 我再重新按一下Action 它就会灯光的亮度就会不一样 就会比较稍微暗一点 那我们为了让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们是有变化 那我就再多一个 一个255 一个128 再一个好了 比如我从0好了 0到64 好然后我每个中间呢 给它相隔一秒 让你有机会看得到 不然的话电脑动作太快 太快你会看不到它的变化 然后让它重复无限次 好所以我们先定义再使用 定义好之后呢 就去指定它的这个亮度的变化 那每一秒呢改变一次亮度 那我们来做一次 各位等一下可以看这个LED的变化 好开始执行 看到亮度在改变 每一秒亮度就会做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就可以做类比的输出的控制 功率的控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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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